本分局于113年5月19日20时期 接获北医副社医院通报由两名伤者遭砍伤送医 经警方到场了解伤者系由朋友自行驾车送至北医 经查两名伤者均为腹部中刀 其中一名伤者已一意识不清 对于上人言语之伤者 警方询问时却称不知系遭何人砍伤 且对于案情必重就轻 两名伤者经手术后均送交互病房观察 本分局接获报案后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进行侦办 经查伤者两人均于公庙平安站活动中饮酒 在离开后路上与女性犯前起口角争执 朝期迟到刺伤 经警方扩大调医监视器分析比对 并征询伤者同桌友人后 锁定女性男子设有重嫌 于20日凌晨2时取 向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甲官申请巨票获准 并于3点50分许具体旅性主前刀案 查扣方案所穿之外套及弹花刀 全案征询后依刑法三人未遂罪 移送台湾台北地监署侦办 本分局呼吁如玉酒后纠纷 应尽数离开现场或寻求正当管道协助 拨打110电话报案 切莫因意识冲动诉诸暴力等不把手段 影响社会秩序挑战警方执法决心